人说,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夏威夷旅游经济是一年前河南,一年后河北 前一年,因为疫情游客大减 州长未发布出公务员工资,交头浪了 取消数百个政府职位 并让数千名员工休假,逼人退休 今年,预算收入大大结余 州长用令人震惊,形容财政大盈余 这得益于美国本土游客的暴富性旅游 酒店客多价高,还有大涨的酒店住房税率 从10.25%涨到14.5% 过去一年大涨的房价、大涨的物价 所带来的税收增加 州长年会报告,要为每个州民发100美金 无料,公共调查结果 大众命远花盈余的钱,维修公共所失 一时机器千层浪 各行各业听说州里有了多余的钱,都跳出来争取 首先是工会部门,要求将最低工资从10美金增加到15甚至18美元 说是看旅游区,家家店家,告示招人,招不到人 因为夏威夷工资低,生活成本高 低收入劳工们都跑到美国大陆去了 相同的原因,建筑部门要钱,给低收入者盖廉价房 给租房家庭补贴 说是夏威夷太高房价,是比走低收入劳工的主要因素 教育部门也要增加薪资 说是去年1500多教师辞职,搬去美国大陆,奔更高收入工作 为什么夏威夷子弟,要到美国大陆上学,学成后,不愿回夏威夷工作 因为夏威夷不重视战雨,拨款少,教师工资低 这在美国出名,警察和消防员等中等收入工作者 说他们买不起中位数,超过100万的房子,也要求加薪 创新投资部门提出,这笔钱要花费的聪明 就是要用在夏威夷2.0的方案中 即转化夏威夷旅游经济为数字,A的经济,为未来做打算 说是夏威夷现在上百IT岗位空缺,吸引部来大陆人才 工资不高是主要因素,民间也有要求,降低房产和食品税率 因为最近这些基数涨得太多了,各工会已经进入仲裁程序 旧家新要求进行谈判 于是,日益州长提出,州政府要为雨筹谋 拨出10亿美元大部分盈余,作为储备基金 应对下一次财政危机 夏威夷周近5年家庭平均收入为81275美元 排名全国前列,但不同的居民区差别巨大 例如,海景市的家庭收入平均1 5万美元,贫困率为55% 东台湘山市的家庭收入为13 3万美元,贫困率仅为3.3% 这些贫困地区提出,政府更要多拨款照顾 看来,钱多钱少都是问题,都让人头疼 这些贫图的贫图